大家好,我是嘉楠 我知道很多朋友考慮移民来英国 其实都是为了下一代 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听过 人们说英国的教育是很好 我自己两个女儿都在读小学和幼稚园 其实我自己在英国接触的学生 或者我的女儿的学习经验 可以告诉我 英国这里,其实小学也是一个 去培养你,喜欢学习,阅读的阶段 而中学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中学你会学一些深层的知识 以及你真的会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科目 从而去准备好你大学究竟想读哪一科 所以我最近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学的资料 我访问了做中学老师的朋友 以及我了一些中学的时候 学生会收到的入学资料 就是你要准备些什么 在学校做些什么的资料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讲之前 又是提醒大家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按下小铃铛 首先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中学 如果你是由小六 年六的时候升读年七的时候 那你就会跟市政府那里申请 那你就可以写下自己的这个志愿 那学校怎么决定收不收你呢? 其实它一般的state school 它就不会是以成绩去看的 它都是看所谓的catch one area 即是它以自己的学校为中心点 然后它就收了很多人 住在周围的人的申请表 然后它就会画个圆圈包着自己 那就以 譬如它要收180个人 let's say 那它就会一路由它自己扩散出去 收最近的180个人 那所以呢 你住在哪里呢 就真的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住得够近这一间学校 你给它收的机会就越高 那如果是拆班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商管齐客 同时间呢 去email council 即是市政府的教育部 也都可以去email 其他的学校 主动去联络 最近你住的地方的学校 那希望呢 他们可能 那个年级如果有位 可以给你拆班进去 因为呢 其实拆班呢 都是挺紧张的 如果最近你那些学校 如果暂时没有位 其实你都可以照样 申请一些 另一间比较远一点的学校 你可能不是在他的catchment area里面 里面 不过呢 因为你其他学校呢 都没有位给你读书 其实呢 那些学校呢 都可能会照收的 而我之前也都分享过了 其实如果你知道呢 这一间是一间很出名的学校 它暂时呢 也都没有位给你去拆班的话呢 千万不要介意呢 它放你 在一个waiting list那里 那里 那它随时呢 其实呢 有机会因为 waiting list 里面的小朋友呢 他们可能已经选了 第二间学校去读 于是乎呢 你很有机会呢 是可以 之后插到班的 首先我们讲一下 term date 在英国呢 是九月开始开学 那 而一年里面呢 是有六个terms 六个学期 一个term 是有六个星期 那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你有一个term 六个星期上学 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星期放假 叫做half term 那half term之后呢 也都有第二个terms 六个星期的上学 之后呢 就会是聖诞假啦 之后就term 3 六个星期 跟着有一个星期 half term放假 term 4 跟着就是放easter 那就是两个星期左右啦 之后呢 Easter 之后就term 5 and then half term 一个星期 term 6 跟着就放暑假啦 而一般的中学呢 基本上都会有year 7 至到year 11 就是读五年啦 也都有一些中学呢 他会有college 就是我们以前的预科啦 year 12 和year 13 而他们每一个年级呢 大概呢 会有六至到八班左右啦 Depends 一班有多少人啦 通常可能二十凌三十个人啦 那他一列一个年级呢 就会是可能一百八十人 到二百人左右 这些叫做tutor group 跟着讲一下校服啦 其实呢 每间学校都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呢可能要求你呢 每一件校服 每一件衣服 都会有logo 那就要跟着那个校服商去买啦 也都有一些学校呢 可能会宽松一点点 可能只是部分的衣服呢 会要求你有logo 而另外那些呢 你就可能可以自己去supermarket啦 我个人呢 就会比较 也会比较好 也会比较好 虽然呢 它会贵一点点 但是呢 它的quality呢 始终会好一点点 所以 校服嘛 每天都穿 那其实 好一点点的品质呢 整天洗都不怕 一般来说呢 其实他们的校服啦 上身都会是 一件polo shirt啦 或者一件冰衫啦 那夏天短袖 或者其实长袖都可以 跟着呢 可能有些学校会有打胎啦 而下身呢 女仔就可以选择 穿裙或者穿裤 而男仔呢 就会有西裤啦 也都有一些学校呢 好像女仔是没有裙 就是每个都穿裤的 而外套方面呢 可以有cardigan啦 薄薄的外套啦 又或者过头粒的sweater啦 或者背心啦 也有些学校呢 会有很厚的校衣啦 那通常这些校衣呢 都会有logo 这样的 另外鞋方面呢 大部分都是穿黑色的鞋啦 那有些学校呢 会给你是穿波鞋 总之是全黑色 这样波鞋就可以啦 另外啦 头发颜色方面呢 那那个学校的指引呢 就会说是natural hair color 就是你自然的头发的颜色啦 那不过呢 其实在英国这里啦 我都看到我有很多 十几岁的学生啊 他们呢 一放假呢 就很喜欢染头发 染蓝色啊 粉红色啊 那去到 开始上学之前呢 他们就会开始 哎呀 还不甩啊 因为呢 通常上学之前呢 最好就是 你自然甩到的色就行了啦 那样 但我都有见过呢 他们上学的时候呢 那些颜色都还在啦 那呢 since like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能老师都会 就是暗沉两句啦 不过也不会说要你立刻点头 我想都是Depends on 学校 另外Jewelries 带首饰方面 通常是最minimum的小量 可能带标 带一对耳环是正常的位置 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关于 makeup和化妆 我看这家学校的介绍 他说year 7 和year 8 是不能化妆中一中二 之后中三就可以开始化妆了 不过我相信他也不会鼓励你化妆 化得很浓或者很奇异 另外上PE lesson 体育堂的时候 就像这幅图那样 他们会穿学校的常身衣 就是一件PE T-shirt 或者一件长袖的衣服 接着就会穿短裤或者长裤 那回到学校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就讲一下他们的routine 一天 其实大部分可能是八点钟 就会开始可以上学 那会首先你回到学校 把你的东西放在locker那里 在locker那里 可能就拿你的书本啊 notes啊出来 那就准备好拿去你的课室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他八点半至八点九 就会有registration 和tutorial 就是有班主任帮你点名 那之后呢 就会一天里面呢 大概有五至到六堂的 而其中呢 其实可能通常是五堂 再加一个是optional的 你选择enrichment的lesson 所谓enrichment 就是一些比较 好像类似课外活动那样的 那一堂呢 就会是大概一个钟 那一天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小息 和一个lunch break lunch time 就会有三十分钟左右 多少点放学呢 就depends了 有些人呢 可能那一天 有的科外活动课呢 他是没有选择到的 那所以呢 就会有时在街上 都会看到那些中学生 是两点多钟就放学的了 那如果那一天 是有你所选择的enrichment的话呢 那可能你就大概三点多钟放学了 那是不是每一天 你都会和同一班同学 一起上课呢 如果你是year 7 和year 8的话呢 大部分学校都会是 同一个tutor group 那你就全日都会一起上课的 那但是呢 去到year 9 或者year 10 就会有点点不同了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在英国这里呢 他们有一个会考 就是叫做GCSC GCSC就是在year 11 中五的时候 会要考的事来的 那有些学校呢 他会在三年之后 year 9就开始 有些学校呢 是两年制 就是year 10才开始的 那无论你是year 9 或者year 10开始了 那你每一个科目呢 其实都会根据你那个科目的能力呢 而分你去不同的班的 那假比喻了 你的英文能力呢 可能是在中间的水平的 于是呢 你去英文课的时候呢 他会分配你去上中间的水平的英文课 那假比喻你的数学能力非常之高 那他就会分配你去很高水平的那个数学课 那所以呢 其实每一早早你可能是同一个 tutor group 同一班开始点名 之后呢 你上每一堂呢 都可能去了不同的班 应该说不是不同的班 应该说是不同的老师的堂 接着我们讲一下curriculum 课程 又或者有什么科目去读呢 其实呢 最主要呢 我们讲GCSC GCSC里面呢 有三科是最主要一定会有的 就是英文啦 数学啦 以及science 科学 这三科呢 都是每一个学校都会必收必有的了 而另外呢 就根据不同的学校 会有不同的科目 那有些呢 这些叫做core subject 就是你一定要读的课程来的 那有些学校呢 就会有一个是叫做language的 譬如English literature 也都呢 有些学校会加一个是历史啦 或者你可以选选地理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呢 它呢 就写着上面 essential learning 就是必需要读的了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科目啦 而下面呢 就是additional learning啦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四科去修读的 那我们代表有我的专长啦 跳舞啦 也都当然有fine arts啦 也都可以有 German啦 德文啦 法文啦 哇 甚至有food啦 学习关于食物啦 有music啦 音乐啦 computer science啦 IT上面的东西啦 drama health and fitness都有喔 所以呢 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原法 多元化的科目 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还可以个别自己修读的 譬如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啦 那我们的中文其实都一定有一定的水平啦 那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呢 说去修读中文的GCSC 那考完GCSC之后呢 就看看你的学校本身它有没有预科读啦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出去考其他的college啦 有些专业一点 已经是专门 譬如是 整车啊 啊 版靓啊 beauty那些的college啦 也都有一些呢 是 譬如你可以入回另一间中学 它是有预科读的 也都可以 接着讲一下功课和考试啦 那我问了我做中学老师那位朋友啦 他就说 大概呢 其实大家会夹一下的 有一些一半的科目呢 可能是 这个礼拜会有一份功课 那呢 另一半的科目呢 就会下个礼拜呢 就有一份功课 即使说呢 可能是隔个礼拜呢 就会有一份功课 那所谓一份功课呢 其实可能是一个 school project啦 可能是有少少的presentation啦 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认识的 而每两个terms 就是可能每三个月呢 就会有一些assessment assessment呢 就会评估你的classwork啦 另外呢 每年年底的时候呢 end of year 都会有一个考试啦 而year ten呢 即使说你中四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mock exam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的 会考的模拟考试那样 那当然这些功课 和考试的数量呢 都会根据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情况啦 那我听闻呢 其实一些比较出名的名校呢 他们相对的功课和考试呢 都会多些少 还有呢 其实你的功课的数量呢 都可以 说随着你的 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要考GCSE的时候呢 就会多些少 跟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拿到这一间中学呢 它的资料 看看它有什么课的活动啦 可以看到啦 它都有很多元化的活动啦 当然有不同的sports啦 不同的运动啦 有艺术啦 有跳舞啊 音乐啊 也都有Crafting啊 即是手工艺那些啦 也都有呢 一个比较特别 在右下角呢 有个code club 即是教你怎样去写code 那些电脑的code啦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啦 我觉得呢 我们都要知道啦 其实英国它的教育方式是会怎么样呢 那我自己问回我的先生啦 和朋友啦 他们都可以告诉我听呢 就是在这里的学习模式啦 是会比较多些少的creative 就是会容许你去自己创作多些少啦 多些的independent learning啦 就是自学 就是呢 自己去看一些书 然后呢 去分析去学习啦 写一些报告啦 那也都可以说呢 是早点去学习啦 一些problem solving 就是你遇到一个难题 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是你自己去解决的 就不是说老师说给你听 填鸭式的说给你听 就是这样做的啦 就解决了个问题 而是让你自己去研究 然后去解决了个问题的 那我自己呢 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或者经验啦 就是当我去到大学的时候呢 我都发觉很有挑战 因为呢 我去美国读大学啦 那呢 他老师一来呢 就叫你写essay 自己去 去找一个题目啊 去做研究 然后就写essay 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呢 我是比较一个死固固的人 就是死板读书的人 那于是乎呢 我就 都不是很适应 那不过呢 当我来到英国那里呢 我陪着我老公 我先生去读书的时候呢 我都发觉呢 他们呢 那个学习模式 真的是比较不同的 就是 就算在大学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他都是 就是你去上lecture也好 之后回家呢 其实都是要自己看书 自己上youtube 看video去学习 然后呢 去做你的project 去present你的功课 那所以这些呢 都是很不同的 也都好像呢 我的女儿现在在小学呢 她去开始学英文 或者学数学那样呢 其实我也体会到一个不同 就是呢 她们学英文呢 呃 不会说 好像我们这样 死的一个字 无论是中文 或者英文 其实都是死型 这个字 但是她们学英文呢 就会学拼音啦 那当你识拼这个字 怎么读的时候呢 因为她在生活上 那当然她们生活上 是以英文为沟通 来到沟通 所以呢 当你识读这个字的时候呢 即使说 她们就会大概 其实都会明白 她在说什么的了 那所以 她学一个语言方面呢 也都跟我们 学习的方式很不同 有机会的话呢 或者下次我可以 邀请我的女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所学习到的 英文的拼音 那我们一起去 学一下英国是怎么样 用拼音来到 读她们的英文字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 和按一下小铃 我会每逢星期二 和四 有资讯的视频给大家 如果我 说得及呢 就可以 星期六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比较生活上 或者我们 Family Happy Time 的视频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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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